席娟突然擦了擦眼睛 又笑眯眯起来 便脸的速度之快 完全出乎傅明杰的反应之外 摩 夫妇 记得啊 等你好了 一定要做顿饭给我吃 席娟飞快地 在傅明杰脸上香了一劲 飞快地消失了 其实 俺什么话都没说好吧 这 这全是您老先生自己说的 傅明杰正正地摸了摸自己被亲的脸 又摸了摸自己被亲的唇 这个席娟 什么时候才能给自己一个说清楚的机会呢 秦运给傅明杰安排的 是一间很不错很不错的单人病房 墙上是温馨的墙纸 房间的电器 设施 一营俱全 床前有暗铃 随叫随到的护士美眉 也是水嫩嫩的 床也很舒服 虽说是单人的 可大小和双人的也差不了多少 不管怎么看 都是病人的天堂 患者的向往啊 今天俺就要走了 傅明杰留恋地看了一眼 这个自己睡了十几天的小窝 虽然俺是练就的 但是俺还是要走了 此地虽好不宜久留啊 而且俺也不希望再回来了 护士美眉嘛 倒是可以要个电话出去再约 在秦运的协助下 叶然终于同意先回超市上班 出于对叶然人身安全的考量 这段时间 傅明杰都让他先住在教室里 秦运踏上红色跑车的时候 转过头来 看了傅明杰一眼 傅明杰微微点了点头 叶然却是一直低了头坐在车上 也没看自己 这丫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呀 目送着两人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傅明杰才深吸了一口气 都准备好了吗 花四和刘五一起点了点头 出发 这 这是 一辆迪士 傅哥 请上车 这是俺们弟兄自己的车 今天随你用 虽然比想象中差了一点 将就着用了 走 去龙华大道 傅哥 您这是要去散命 开车的叫小青 二十出头 踢着平头的小伙子 头几年跟着黑头阿森混 现在也算是自谋职业了 他说的不错 景天市龙华大道 是非常著名的一条街 著名的算命街 这条街上有摆地摊的 也有租写字楼的 但传说这条街上 随便拉一个人 都是算命的高手 随便看你一眼 都能把你的前缘后果 说个八九不离十 至于是不是有这么厉害 傅明杰从前也只是闻名 今天还是第一次去呢 算是吧 傅明杰轻轻活动了一下 刚下了石膏板的左肩 好像是没有那么痛了 那好啊 不然我给介绍一个吧 路口第二个李瞎子 算得可准了 上次我找他给算了一挂 说我有好运 我第二天开奖 就中了个二百五 实在是太准了 二百五 果然是个二百五 小青 你知道华龙道33号顶层B座 有一个叫王振顺的算命师傅不 那能不知道吗 那可是那里最出名的算命师傅 一算一个准 据说找他算命 必须合他的演员 要是不合缘 就是景天市长 他也不给看 哦 花四把两侧的头发 向后压了一样 努力在车子的倒后镜里 瞄了又瞄 不知道我这样 合不合的演员呢 光合演员也不行 找他看一挂 你知道多少钱吧 多少 起步价 一万 上不封顶 小青 小青似乎有意在卖弄车技 把个低时 开得如同狂风咒语一般 让几个人的身体冬到西歪的 花四狂吐了头舌头 不自觉的摸了摸兜 我有一块 爱要不要 刘五看了看正在戴墨镜的傅明杰 傅哥 你是打算去找这个人吗 傅明杰点了点头 掏出那张计划表 虽然刘五的字写得很一般 比起花四来 还是好多的 谋断技能列出的这一项 傅明杰仍旧印象深刻 谋断技能 需要大量周边情报 整合分析 通过整理相关情报 龙华道33号顶层B座 王阵顺语 傅哥 到了 小青一个肥沙 就把傅明杰的思路 随惯性抛出了脑外了 龙华道 这里就是龙华道了 楼宇林立 惊奇招展 各种颜色 各种大小的旗呀 上面千篇一律写着 一个诺大的算字 人来人往 拥挤不堪 除了本地人 还有许多背着旅游包的外地人 摩肩接踵 热闹非凡呢 几个人下了车 四处可以听见 操着不同地方口音的话语 在判断人生呢 这位先生一堂发黑 最近一定有灾呀 嗯 这个我也看出来了 这一来算命的人头上 好大一个宝啊 这位小姐啊 歇事讲解 不出几年 必有倒心立门呀 我哄包 说一是一 去要不狂瑜啊 这一步歇是要撑回一切 嘿 多谢 靠 这小姐挺着 怒大的肚子来算命 今年之内瞎子也知道 跑事必当临门啊 这位先生请留步 傅明杰正苦笑 正摇头呢 突然去路就被一个 穿着黑色长衫 这年头还有穿长衫呢 带着一副样式 十分久远墨镜的老头 给拦住了 怎么 想找事 花色搜一下蹦出来 傅明杰急忙按住 不 不 我看他一定看出 我点什么来了 是不是啊 师父 不错 墨镜先生点了点头 我看你双目无神 印堂发黑 最近必有大灾临身啊 不过找到我 包你逢凶化吉 干嘛走 我说的是真的 不相信你要倒霉的 是啊 干嘛走啊 花色一脸的茫然 他说得可准啊 傅明杰没好气地 举起左臂 上面清晰地 印着材调的石膏印 这么明显 看不出来才是傻子呢 华龙道33号 华龙道33号 就是这里了 真没想到 这33号 居然是整条 华龙道上最高的建筑 足足有27层啊 万一哪天停电 耙子你们 你们去哪一层 花色正在开口 傅明杰一把将他拽了回来 我们找25层的铁嘴章 好的 请进 三人进了电梯 傅明杰还真按下了25层的按钮 傅哥 看见花色一脸的彷徨 傅明杰苦笑一声 笑声道 建王阵顺势要预约的 楼下警卫听你要见他 根本不让你上来 见铁嘴章就用不着了 花色若有所物地抓抓头 电梯门开 三个人一起出了电梯口 果不其然 这家铁嘴章的门口 还真是做了一条长龙啊 三人闪身 悄悄来到消防通道口 这么高的楼层 消防通道口是不会有人的 一起向上 很快来到27层 你们好 请问有预约吗 好家伙 够专业 门口还有服务小姐 这小姐长得嘛 绝对能按得下去啊 傅明杰揉了揉鼻子 今天是无论如何 也要进到那个王志顺了 就算没有预约 硬闯也要进去的 花四使劲揉自己的脸 然后挤了个怪异的鬼脸 小姐 我这个相貌 一定能让你家老板看上的 服务小姐忍不住了饿了 花四嬉皮笑脸的凑上去 小姐的房名是 留个电话 晚上我请你 让他们进来 这声音 怎么有点干憋憋的 服务小姐急忙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对着桌上发出声音的铁盒子 答应一声 是 王先生 服务小姐很快走出柜台 冲他们三人轻轻一躬身 三位 这边请 本打算不见俺就硬来的 没想到这么顺利啊 一定是自己的相貌堂堂 入了某人的法眼了 这处楼层的装修还真是别致得很啊 墙上不像别家 都挂着阴阳八卦五行图 却挂着各式各样的照片 都是同一个男子和不同的人握手的照片 这个男子俺不认识 徒顶暴度 大富翩翩的 但是和他握手的这些人里面 倒有不少看着眼熟的 好像 好像有几个在电视上还经常看到呢 请坐 傅小姐礼貌地 将三人引进一间宽敞的房子 这所房子的地上是一张极大的八卦图 沉托出一种凝重的气氛 这种气氛 让原本想继续要电话的花四张了张嘴 都没说出话了 坐就坐了 这沙发也不见得 就要遍俺教室里那个叔父嘛 请用茶 花四老是不客气地伸手去接 顺便在小姐的手上摸了一把 小姐红着脸放好茶杯 转时出去了 花四还犹未尽地跳往了半省呢 我说今天怎么这挂 怎么就是缺一样 看来应该是着落在你们身上了 一个干瘪的声音传了出来 一个大肚子秃头的男人 从一扇门里 实实然地走了出来 哦 这个人就是刚才照片上的那个 这个人就是王振顺 这应该是傅明杰见过 长得最有个性的胖子了 脸上的上半部没有肉 很瘦 从颧骨开始胖 脖子也比寻常人粗 胸很宽 最大的是肚子 但是从肚子开始往下 又逐渐瘦 很让人怀疑 他那双细细的脚是不是能够支撑他的大肚子呀 照片上的他似乎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这个胖子见众人一起站起来 用精益的目光打量他 忍不住苦笑了一声 怎么 没见过陀螺 花四大叫一声 哎呀 对 对 就是个 一个十足的陀螺吧 伏明基和刘武一起看了他一眼 花四才回过神了 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 不好意思 这个实在太形象了 是真的很像啊 陀螺自我解嘲的功夫 很快就让大家松下了心神 他扫了花四和刘武一眼 随后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傅明基 那股眼神说不出的茫然 精益 总方追一股涉人的神采 盯着傅明基自己都觉得 头皮一阵阵地发麻呀 王大师 王大师 陀螺总算回过神来 眼睛在一瞬间突然失去了神采 傅先生 你来找我 是不是有事需要我帮忙啊 嗯 嗯 他知道我姓什么 还知道我来找他是有事 要他帮忙 一直以来 傅明基从来都不相信 算命这种东西 说穿了 算命就是靠观察 语言艺术 和哄骗手段敛财的职业 但是 这两件事 他是凭借什么判断出来的 楼下的保安 并没有让自己登记性命 花四直接就问了 你 你咋知道他姓父 陀螺无奈地叹了口气 哎 你们不是信众 请坐 三人对视了一眼 重新坐了下去 陀螺镜子开始了他的开场白 我今天陈奇占卜了一挂 挂相说我今天有贵人上门 系统查询到状况 请问是否进行命运占卜技能适用 啥 啥 傻 傻 福明杰看着墨镜上出现的自己 吓了一跳 命运占卜技能 不就是算命吗 算命也是一种技能 算命是一种技能 我郁闷 我无语 这简直就是挑战我的无产阶级 无神论极限的 算命这种不着兵级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是技能呢 如果他是技能 不就等于承认这种东西是合法的 这不可能 我才不会用这种无极的技能呢 傅先生数码 林立九月底生人 自小家境殷实 但从十七岁后 父子关系逐渐陷入僵局 若无所料不差 傅先生应该是去年远行 至今未曾归家的 傅明杰嗖地站了起来 你认识我 陀罗苦笑了一声 哼 我知道你不是信众 命术这种东西 可以把很多东西写在脸上 不是内行人 陀罗轻轻疑了一声 咦 不对 你既然不是行内人 却为何是我的贵人呢 莫非我的卦象出了差错 傅先生是否从东边来呀 花刺瞪大眼睛 看了看刘武 刘武瞪大眼睛 看了看傅明杰 傅明杰瞪大眼睛 看了看陀罗 那就对呀 不用回答 他们的表情已经回答了陀罗了 陀罗突然伸出一只手 掐了半天 口中念念有词 是否启动命运占卜技能适用 姓氏 方向 时辰 都对呀 可是傅先生 你连信众都不是 为什么确实我的贵人呢 陀罗瞪大眼睛 看着傅明杰 傅明杰毫不示弱 也瞪着他 这算是问题吗 啊 这算是问题吗 安茂斯从来都没说过 我是你的贵人哪 这全是你他娘的自己说的 请问 管我皮事 王大师 月月的客人已经到了 台子上传来的柔美女声 总算打破了这种 大眼瞪小眼的尴尬局面 叫他们稍等 我这还在处理别的事呢 陀罗抚下身 声音愈发的干别起来 好的 花似耸了耸肩 我说妥 这个王大师啊 为什么傅哥是你的贵人呢 我们就不是吗 陀罗甘笑了一声 意味深长地 扫了花似和刘武一眼 你们两位将来都是有大发展的奇人 只不过眼前当下 却不是我的贵人啊 是吧 是吧 哪里奇 哪里人 哪里奇人 花似迫不及待地凑了声 陀罗被花似紧紧抓住肩膀 会有些尴尬 会有些尴尬 会有无奈的 你们只要跟着你们的副歌 今后次有极大的发展 除此之外 眼睛不可泄露啊 去 八四甩了甩手 什么呀 你都泄露那么多天机了 是不是看文没钱给啊 陀罗居然苦笑了一声 唉 这位先生说的还真不错 你只看我现在的长相 现在的生意 就知道泄露天机 要遭到怎样的报应啊 嗯 他的意思 他现在这种古怪的身材 和干瘪的生意 居然是后天变成的 靠 这 吓唬人吗 傅先生 今天的机缘到了 虽然我也不明白 你为何是我的贵人 但你来找我 有什么事 可以告诉我了吗 傅明杰丢开这一大团 乱糟糟的想法 深吸了一口气 不错 我来找你 我真是有件事要拜托你 请讲 我凑巧知道 庄安国经常来找你算命 今天一定有他的预约 是不是 不错 此刻他就在外面 刚才预约的客人 就是他 好些 幸好赶得及啊 我希望王师傅 能用些办法 让庄安国 不把景天东郊这块地 贴给飙风集团 陀罗淡淡地看着傅明杰 要知道 像你这样来找我的人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请问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傅明杰正准备把兜里的钱掏出来 被托罗拦住了 别提钱 我不妨老实告诉你 我这里随随便便一个客户 我找他随随便便 要个一两百万花一花 是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的 你能有多少钱呢 说实在的 我真的是属于 事前没有准备好 来之前满心以为 算命的 都是为钱仕途的家伙 万把块丢过去 应该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不过 看这个架势 这个陀罗说的 还真不像是假话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帮我 实不相瞒 我 陀罗扫了一眼花丝和流露 压低声音的 我算到自己年末会有一大劫 这一劫 我将有幸运之威 而你就是能助我杜劫之人